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在旷野中为各位查考经书 我们是第11次查考传道书 那我们上次是讲到哪里呢 我们上次说是把第6章讲完 其实我们在最后有一些经文 还没有完全很好的解释 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把第6章的第10到12节 这个讲到虚幅的事 我给大家再多稍微解释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先念这一段经文 经文不多 从第10节到第12节 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传道书6章10节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 并知道何为人 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 加征虚服的事既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犹如隐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阿们 海路亚 感谢赞美主 这里我祝福今天所要讲的是说 从11节开始 第10节我们讲了说 不能与那比那自己力大的相比 我们今天人在世上 不要想着我们要挑战神 挑战天使 这是挑战国王 如果你不是国王 你就不要想着挑战国王 因为我们不能与那比他 我们自己力大的相比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 这是这一段的重点 但是后面有几节也透露出非常 也是蛮重要的信息吧 传道书之所以 以其他经书不同 他真的是透露一些 我们在世上为人的时候 很多的无奈 他讲虚空的虚空 你看第11节说 加征虚福的是既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他这里讲的是加征虚福 这里头有什么含义啊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在地上 本来就是虚空 我们很多做的事情 旧事已经是虚空虚福的了 但是有一些事是加征虚福的 例如说什么叫做加征虚福的 各位想想看 比如说我们在世上 我们要耕作 我们要种才有得吃的 那这个是很实在的 对不对 米啊 面啊 所以在农业时代的话 大家觉得说 你要必须努力耕作 有一些人不肯努力耕作 去学一些弹琴 对不对 唱歌 跳舞 那当时那个时候 他的父母就说 你这个人真是太虚了 什么都不务正业 你怎么不好好的做事 那这个时候是他一个比较 在他的这个父母眼中 你如果去做耕田的 那是实在 你看种出来实在的是菜 实在的是土豆 实在的是米面 这些东西非常实在 你干嘛去学那个跳舞的 你干嘛学音乐 没有用 他认为那是虚浮的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 比较急的问题 但是音乐 像美术啊 艺术啊 画画 难道真的就是虚浮的吗 是吗 你这个耕种 你种了几个月 种出这些蔬果米面 这类东西 你吃到肚里变为粪了 当时就没有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在片头片尾 我们所放的音乐叫什么 Pavini Pavini像是意大利话 对 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是在什么 16多少年的时候 最近400年前被编出来 就是说被演奏出来 400年前的音乐到现在依然留着 我问你啊 你前个上个月所吃的粮食 现在在哪里呢 那些东西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实在的呢 我们很难讲 我只能说好像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意义 对不对 当你真的要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大汉之年 大干之年 你说我为你演奏一起音乐吧 人家说我们现在连吃都吃不饱 你不给我一袋马铃薯 比如给我去参加什么演唱演奏会 什么更要值得 可是今天呢 你今天一袋马铃薯多少钱 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 有名的音乐会很贵的 那个价钱可能 你要去参加一个 要几百美金要参加一晚上去参加 参加去参加的人 每个穿着什么晚礼服很漂亮的 去看去听那种东西 那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东西说实在话 谁轻谁重 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 那人也是一样 我们人到底做什么事 才是有价值的呢 在神眼里 那当然你去耕种 种这些花草树木 种可以吃的都是有价值 可是你去 我们去炒股票 我们去算数学 难道就没有意义吗 股票也是一个公司 你去买公司的一部分 就是说 你这么多人 大家都买了只股票 这公司就开起来了 可以造汽车 可以造化学用品 甚至食品加工 这些都是 那你买股票难道就是虚的吗 一定要去买米面 买什么脚踏车 这才是实的吗 不一定 可是你买这些东西以后 有人就去做期货 期货说实在就很难讲 因为你是期货 我说大豆期货 我买卖的就是大豆 但是是三个月半年以后的大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买卖 可是很多人买卖大豆 他买卖了一生 就看到数字在这边上上下下 他银行里的存款上上下下 可是他就没有真正去见过那个 乘股仓 或者装满一船的大豆 他都没有见过 他就见那个数字上上下下 那他所做的不是真正的这个 买卖大豆的生意 而是什么呢 而是就是这些数字 好像又比较虚服 事实上真的很多人到最后 他一生有上有下有花有少 他所正的就是一个生活而已 他并没有见过 那个他的真的所谓百万美人 他起初赚了 后来赔了 那就是虚服 对不对 虚服 那我们说 哎呀有些事情 比如说你爱一个人算不算虚服 爱一个人不算虚服 希望爱存到永远 对不对 爱可是呢 有些爱是增进你的人的本质 把你的人变成一个有爱的人 那个是存到永远 可是你去爱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就单单爱他一个人 这个是肉体情欲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也很值得歌颂啊 你看很多的伟大的作品 不就歌颂伟大的爱情吗 爱情是可以什么样 惊天地动鬼神的 他是虚服吗 你为什么说爱情是虚服呢 你会说爱情是虚服吗 还是他是真的也是永远流传 是吗 我给这个爱情如果加上一个字 那你就觉得他是虚服的 什么字呢 钱 以前的钱 你看 前女友前男友 你跟那个前女友的爱情 或前男友的爱情 再轰动 一旦挂上这个钱字 那又怎么样呢 就没有了嘛 你以前再轰动再什么 你现在看起来就是虚服的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跟你的自己的妻子呢 两个好好相爱 有了后代 那这个就不能是再是虚服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产生了一个人 神把这个你的儿女赐给你 你把他养育 你在你所做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 真的是有价值 所以虚服不虚服 我们有的时候 你看 这里有个问句 对不对 十一节说 加征虚服的事迹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是一个问号 我们不知道 打电的玩具 难道真的就没有益处吗 也不见得 有人现在是打电玩具可以维生 可以赚钱 打比赛赚大奖 可是那个很少数啊 你有这么几个人能够赚大奖 去参加比赛 电竞比赛赚大钱的人 你就有很多的少年 把大把的时间荒废在打电的玩具上面 这么多的人大把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就说这些东西是虚服的 所以很难讲 但是我们说真的 我们不要去评断 不要轻易的去评断 那我们的时间呢 要怎么样用才是不虚服的呢 这个我们可能换一个角度 我给大家再换一个角度 再跟大家来讲这些事情 感谢主啊 为什么换个角度呢 因为这里美景实在是很不错 如果只看一个方向 实在是相当的可惜 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我们人的价值 我们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虚服 是由神来判断 但是神呢 的判断 有的时候不会像我们这样严苛 你说修习 我们爱修习 是不是虚服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文化发展到现在 我们有一点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们说大家努力啊努力 争取啊争取 甚至好像在教会里就觉得说 我们要勤奋 有一些叫我们不要懒惰 要勤奋 勤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这个好像是真的有点内卷 为什么 我们去看圣经里的人物 他们的生活 跟我们现代的人的生活 其实我们现代人 即使说是那时候 我们常常休息的这些人 都比起圣经里那些农牧时代 这是我们的祖父辈 比他们的生活 那真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真的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常常有人就是说来祷告 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你知道吗 这个当有这个 又为我们儿女祷告的时候 为什么要为你儿女祷告 什么事呢 他现在考大学 他现在申请大学 所以呢 牧师通常就很自动的 就是说 希望 这个 为这个小孩祷告 某某某某 对不对 他申请到很好大学 申请到 Berkeley Stanford Harvard 这些东西 真的需要这样吗 其实不一定是需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感觉上 好像你儿女 一定要申请到这些名校 Berkeley Stanford 你才算是神的恩典 有真的这么卷吗 各位听众姐妹 我觉得没有这么卷 如果是真正一个牧师 他是完全领会神的这个道的话 他明白神的心意的话 他不会这样为这些孩子祷告 我们如果为孩子祷告 反而会为孩子祷告什么呢 便他能够在他人生路上找到自己的道路 认识神 你看亚伯拉罕 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 信心的伟人 他非常合神的心意 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主要就是牧羊 对他就是牧羊人 他在牧羊的时候 常常就在中午的时候太阳大马 他就在树下休息 神会说你这个懒惰的人啊 你赶快起来工作吧 你羊放好 你旁边你可以去开垫个地 开始种什么 神不会这样讲的 我们人 神让我们生下来 在世上为人 是我们就可以做耕种这些建造 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神也要我们 最重要的是 养我们自己的心跟性 灵魂 那你培养心性灵魂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你邻居的牛丢了 你看到了 请问你啊 你邻居的牛多久走失一次啊 可能也几个月才会走失一次吧 你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 你碰到了 你把这个邻居的牛带回去 这个就代表说什么 你爱你的灵舍 可是这种 这种事情不是常常发生的 不是要你每天去操劳什么的 所以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跟人家卷 必须要跟人家比较 可是这个真的不是圣经 还有这个神奇事交给我们的 是保罗要我们怎样 要努力的追赶 那是指在灵方面 我们在读经方面可以勤劳一些 我们在读经 我们在这个祷告上面可以勤劳一些 天天祷告 那可是如果今天说真的 你假如你有一个儿子或女儿 他天天读经祷告 敬拜赞美神 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跑到牧师前面说 牧师啊我这个孩子真的很好 他天天祷告比我还勤快 孩子说 你就不告诉你牧师他祷告这个事 牧师啊他每天都花时间 在不知道什么事情上面 然后他的学校功课都没做 都先去做这个 牧师啊我们可不可以劝劝我的孩子 让他先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以后 再去看其他的书 他把圣经就叫做其他的书 这个就是现今的社会啊 我们现今真的是太卷了 但虚伏跟不是虚伏 这是一个相对的比较 所以啊我们事实上 我们不知道我们今生所作所为 到底有什么益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生所作所为 对于后世在我们身后 第十二节啊 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引而经过 你听这个话就说 我们人生都虚度了 但是怎么样叫做虚度的日子呢 但是很懒惰 也不做任何事 每天就是睡觉 那个真的是虚度 没有话讲 可是一天呢 走出去在村里逛逛 看到人就去帮助人 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事情算是虚度吗 那我不觉得他是虚度 神可能也不觉得他是虚度 他看到今天看到邻居 他就装车的时候 好像这个力气不够 他上去帮了一把 他看到前面大神 在倒垃圾的时候 这个扫地扫很大 他去拿一个扫把 帮他帮忙扫一扫 这样的人我想在神的眼光当中 是很好的 尽管他是的 在他的 在他的妻子的眼中 在他儿女眼中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闲散人员 但是 我觉得他的日子也没有虚度 这就是一个比较 有的时候是 有人是家争虚度 真的是虚度 他没有工作 可是他也不出去散步 也不去看别人 他每天就窝在床上 看东西 看Pad 打游戏 那这个就是家争虚服了 人一生的价值是由神所定 是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 那神告诉我们什么呢 刚才前面传道书 第五章的时候曾经说过 五章十八节说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份 所以呢 神允许我们吃喝 神也要我们劳碌 要我们劳动 改善我们的生活 或是帮助别人 神也让我们享福 所以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也不要把自己的儿女太紧 不但是逼 而且还借用圣经 圣经说的 圣经要我们勤劳 你不要懈怠 保罗说我们要跟上去 不是叫你跟上功课 是要你跟上 你的灵命要跟上 你在抓紧神的方面要跟上 你要紧紧的抓住主 如果主要你去宣教 那你就去宣教 也不要把宣教当作一个比赛一样 我今天我去这个国家短宣 那个国家短宣 我一年去多少地方宣 我传教给多少人 这个比较是你如果能够 你是有这方面的才干 有这方面的基因的话 那确实是很好 你可以帮助更多人信主 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 主是赐给你有一块地的 这是你的领域 不是说真正的土地 不是说我住Fremont Fremont是我的土地 它就叫你传教给某一部分人群 你能够碰到某些人 你在你的生命当中 能够碰到某些人 你就努力去做 所以神也要我们真的是 在我们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得来的好处 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 怎么讲 太很多虚浮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常常觉得 如果我们人一生只是工作的话 那也是虚浮的 你只是工作只是赚钱 那也是虚浮的 你工作赚钱 你看到每个月的银行存款增加 但是你却不能享乐 你不能爱你的周围的人 那真的是虚浮的 我特别喜欢在所做的事 就是我在山里面 我在山里面 所以我会把我们的事工 也基本上建在这里 在这个里头山里面讲到 我以前喜欢跑马拉松 我觉得跑马拉松 就不是一件 有人也许说吧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朋友 就有人说你做这个事干嘛呢 你看看你到了年纪大了 60岁了你还跑得动吗 你练马拉松就是虚浮 可是我不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我过去十年我所做的事工 那就不能在这里做了 要登山什么 我没有那个身体 就不能做了 所以练了以后是有这个 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们当时所做的 跟以后所做的不一样 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哎呀你就是跑步 你去拿那个世界冠军 那又怎么样 你拿了世界冠军 是不是很大的一件事啊 全世界都报道 也没有人会说它是虚浮的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跑步 四百米一千六百米 这个拿了世界冠军 大家都不说它虚浮 其实对它来自己来讲 它是很空虚的 我跑马拉松在山里面跑 有的时候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我都很快乐 真的我在山里面看这些 山啊路啊 这各种不同的景色很快乐 然而你就跑一千六百米 而且你是为了比赛 冲刺这样子 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快乐 你快乐就是看到你在体育界的这个成绩 一直往上 越来越短 时间越来越短 成绩越往上爬 然后最后拿到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 你拿完了世界冠军以后呢 没过多久 一年两年吧 人家就说 这个是前世界冠军 前世界纪录保持者 什么意思呢 你的成绩被人家打破了 你的体育年龄也过了 所以虽然你是一个前世界冠军 但往往你的这个最后的归宿 就是成为某某教练 学校的教练 或是什么机构的教练 教练训练出新的 我也不能说那个是毫无意义 那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他所得的快乐并不多 我们的快乐真的是很难讲的 我们做什么事情真的很难说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对于第六章 关于这个加增虚浮的事是比较好的解释 但你要知道我们不要害怕虚浮的事 因为我们人生就是虚空 你不要说我生命中容不得一点虚浮 没有关系 但不要太虚浮了 虚浮一点点可以 虚空的人生我们也必须得过 我们必须把这个一生过完 神给我们这一生 神给我们这舞台 我们上来要表演 也不能完全不动 也不能说随时就是满舞台这样跑 这也不行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 好我想我们今天第六章就讲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第七章 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呢 讲智慧 讲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不是绝对的智慧 人的智慧不是绝对的 神是绝对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是一个相对比较集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 我们就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好了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遍 然后之后我再来给讲解 为什么我们的智慧是相对的 智慧到底在人生当中有什么用 这个也是传道书最着重的一部分 好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传道书七章一节 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游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朝上的家去强如往艳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忧愁强如喜笑 因为面带愁容 终必使心喜乐 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听智慧人的责备 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烧荆棘的暴声 这也是虚空 第七节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 会若能败坏人的会心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不要说 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是什么缘故呢 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阿们哈利亚感谢赞美主 好了我这一段呢 我就出来要出个头而已 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看 周围美丽的风景 一边给大家讲 不要老是看我嘛 对不对 第一节讲说 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游 人死的日子 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朝上之家去 是强如往艳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那在这里讲到强如胜过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要来比较 他就是要来比较 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比较好 他告诉你什么好呢 高油好不好 高油也是很好 高油是为什么要有高油 因为我们人工作以后 随便就会产生一些捍卫 然后产生体臭 身体会很臭 尤其在以前那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出去哪里 比如说我们要去 我们没有这个现代 然后上了轿车 轿车以后 一点都不费力的到了 里面还有空调对吧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没有轿车啊 你到哪去要走了去啊 你一个人在乡的吗 或者说你即使是 就是你骑马你坐轿 都不是很轻松 都会流汗 所以人如果这样花一天到晚 你就臭臭的 所以当时我们研究出一些技术 我们从植物啊花啊这些东西里面 就寻找出那个香精 就制造出高油 高油是很贵重的 也很重要 高油可以把你的身上的臭味给遮掩 这就是高油 所以高油很好 可是美名更重要 名誉啊 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油 就是告诉我们说 人啊 人要素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对不对 我们要有一个 顾及到我们的名誉 他后来就讲说 为什么讲人死的日子 要胜过人生的日子呢 人死的日子 难道就不虚空吗 人生的日子 难道就是虚空吗 是这样子讲的吗 其实 其实我们看 比如说以一个学校来讲 学校来讲 学校的话开学以后 有新生这个什么 新生啊 入学典礼 对吧 我们小时候都参加过入学典礼 你入学吗 你入了学 然后入学典礼重要吗 你也重要 这是告诉你说 我们一生的开始 是不是 你开始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 你生下来 你生下来的孩子 这个孩子 怎么办 对不对 将来可能不能做很好的农夫 不能做很好的什么 想这个想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人的一生 不是由我们生下来所定义的 这个小孩生下来 哇 八斤 八斤很重 这个小孩生下来只有六斤 那六斤这个孩子一定体弱吗 也许很多孩子六斤生下来真的是体弱 但是也有不少的孩子 他六斤 长出来以后 最后 长到一百八一百九 结实的不得了 有没有这种事 有 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定义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出来的日子当然很重要 人生的日子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结局 如果你人生的日子是一个欢欢喜喜的 你的父母也是对你抱很高的期望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家族产业要继承 比如说你生在王室之家 你生出来就是王子 我当王子好不好 当然好啊 对不对 你可以好像保证在万人之上 但是就是绝对的吗 或者你看每一个王国之君 历史上的每一个王国之君 他是生在什么家呢 他是生在帝王之家 他后来当了什么太子 是不是 父皇把这个皇位 国家都继承 都给他了 都传给他 让他去继承 这个是很好的事 但是如果最后 他最后所做的事情 是把这个国家给败亡了 那就不好 对不对 所以人真的是要 你生下来怎样 生下来一切美好 生下来 是万众矚目 生下来是什么 都没有用 你最后 那一天 人死的日子 要胜过人生的日子 你的名誉是比高油还要更重要 高油遮体臭 给你生家体香 名誉呢 就告诉你 你这个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给后世留下这个话来 但其实 就是即使是给后世留下来了 这些话语 也不代表你就是 后世人就一直记得你 就像我们在前章 第五章所说的一样 后人也不见得记得你 那个少年王 要比胜过这些老年的王 要老年又固执 不肯纳见的王 少年人比他更好 但是即使是那样子 后人也不见得完全的记念 所以这就讲到 是虚空的事情 是吧 好 那为什么讲说 往朝上之家去强如往艳乐的家去 艳乐的家 我们人生有什么艳乐啊 很多嘛 比如说结婚 结婚就是要大家艳乐 还有什么艳乐 生孩子满月 这些都很多艳乐在里面 是不是 我们真的是 往朝上之家去有什么呢 朝上之家 一般人都很害怕 不想去 我也不喜欢去 朝上之家 有的时候就是 哎呀 有的时候亲戚朋友 老伯伯 就死了 你说 朝上之家有什么好去的呢 我以前是不太 不太愿意去的 但是后来我就 去了几次以后 我觉得蛮有意思 甚至我觉得现在真的 我有时候认同 去往朝上之家 是真的是 常常是比艳乐之家更好 为什么 你还记得你上次 去哪一个艳乐之家吗 你还记得吗 艳乐之家大家人很多 大家吃吃喝喝 是不是 吃吃喝快乐 你还记得 艳乐之家当中 我们大家所讲的话吗 往往都不记得了 不是吗 哎呀 为什么不记得 因为我们在艳乐之家 所做的 所经过的事情 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真的没有意义的 真的很惨 可是呢 有几个 朝上之家 到那里去 我们 在里头所讲的话 或是别人所讲的话 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就发觉 那真是有意义 比如说我的干婆婆 为什么 一经像深刻 当然第一个是 她是我们这边的亲人 我记得比较清楚一点 另外她的这个葬礼是一百岁 其实刚过一百岁生日 没有多少天 几个月吧 她就去世了 可是 我是记得 我干婆婆的牧师讲一句话 她说 这个某某女士 我不要讲她的名字 她自从信主以后 在这么多年来 从到美国三十几岁 信主以后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都来参加这个教会 没有缺席过 除了生病以外 一直到最后 她当然那几年 那个是COVID的时候 那当然是没有办法 但是她也是用了 这个网络的手段上教会 所以她一生都没有缺席过 我听了这个就很受苦 还有我听到 有某位波波 她去的时候 大家说 她一生做事用什么方法 她待人是很谨慎的 她待人是很谨慎 很细心的 我听这些她的朋友 她的家人 在讲述她年轻的时候故事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我可以学到些什么 不是说好像是前一辈人 他们已经这么老了 就没有什么用了 不是的 老人也有年轻的时候 神是允许我们变老的 我们会在人世间变老 我们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不会像我们可能是壮年阶段 这么对社会对人生有这么大的贡献 不会的 就算你去看牧师 大伟大的牧者好了 伟大的牧者 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可能 没有什么太重视他 到了一些年纪有年纪 五六十岁七八七十岁的时候 很有威望他到处去讲 可是过了再过多少年 过八九十岁的时候 他也讲不动了 他的这些宣教活动 他的上台讲演都会变少 那我们就要轻看他吗 不是的 神是允许我们变老 我们会变老 但是我们一生当中 所经历过的辉煌 所成就的事情 神也都看 神不是只看你最后是什么样的人 神看看你这一生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你在你对神的忠心 不是说你今天我身体软弱了 我走不动了 我不能到处去开宣教会了 或者将来有一天 你们可能看到说 我已经以后不能上山为你们讲经了 那我就没有价值了吗 不是 那个是身体软弱 没有办法 但是我的忠心 我想服侍的心 即使我不能上来 我还是在那里 还是忠心的 就像现在我看到某些老牧师 老牧师他已经过了他辉煌的时候 可是他的忠心依然在那里 当然人老了很多条件都会 比如说记忆力变差了 比如说口齿不是那么清新了 这些会不会影响一个神的仆人 也会影响一个神的仆人的 人不可能永远坚强了 我们不是永远的 我们不是绝对的 但是神也知道我们 然而有一点就是我们最后呢 不要到老就老糊涂就失败了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我上次听一位牧师讲 他讲的题目是finish well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 人死的日子要胜过人生的日子 人死你是怎么结局的 是很重要的 finish well 你的结局要好 他讲的就是说 罗德跟亚伯拉罕 当然亚伯拉罕是义人 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 罗德其实也是义人 罗德也是义人 他只是在这个 他的义可能不如亚伯拉罕的义了 他最后为了 为了能够赚钱 能够跟人家做生意 渐渐地搬到索多玛里头去了 可是他在那里 他教育孩子还是成功的 你说索多玛那个城市很败坏 可是他那时候 当有两个天使 到他家的时候 他还说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 对不对 他女儿还是处女 什么意思 就是他还是有点家教的 还是在他的家里 虽然说外面很败坏很淫乱 但是他即使在那个家 他的家在那里 他还是让他的女儿 让他女儿持守圣洁 所以罗德最后的情况是比较惨的 他虽然说最后还是被神所拯救 他躲到山里 他一直因为害怕 他妻子变成炎柱 他非常害怕 他躲在山里不见外人 最后他两个女儿居然用酒灌醉他 然后跟他父亲结合 然后生下他的后代 所以罗德这个人 他的 他虽然说圣经上称他的义人 但是他实在是有点 这个义人的称呼是有点勉强的 并没有这么光荣 就他的结局不是太好 我们人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一生信主 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年轻人 对教会这么热情 这么奉献这么多 就是说工作啊 可以做主工做事工 没有办法做这么多 但是我们一生到最后 我们不要走上乱七八糟的路径 因为有些年纪老大了 他就放肆了 大家都比我年轻啊 我到什么地方 大家应该要听我的 就放肆了 这样就不好 所以我们在人 人生最后的日子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有一天在我们的丧礼上 大家所记得讲的是好的 把我们的故事讲出来 是有人对人有帮助的 那这个朝上之家 是不是要比一些厌热之家还要更好呢 真的说真的 你记得上一个厌热之家做了什么事吗 你记得你跟这个新郎新娘是怎么胡闹胡诊的吗 是有些时候是当时是很快乐 谁也没有说不准我们有快乐 我们可以有快乐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快乐最后 就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最后死是众人的结局 我们在收局的时候 我们最后啊 不管人生过得怎么样 我们这一局最后要收结局的时候 结局是很重要的 死是众人的结局 对不对 活人也必将这个事放在心上 要记得我们人都会死 我们死的时候不要死的乱七八糟 不要死的没有价值 不要死到说我就放松了 放松了 你要上台演一场戏 你一生都还演得不错 你最后不要留下一个败笔 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看好我们的人生 直到走到最后一步 建主面的时候 反而是建主面的时候 那是真的要建主面 最后结局 好 那第三节呢 我们讲 忧愁强如喜笑 因为面带愁容 必使心喜了 这什么意思啊 忧愁强如喜笑 你不是讲说 神要我们怎样 神要赐我们一生的日子 可以吃喝 可以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吗 这是我们的份 这是为善为美的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 我们要一生愁容吗 一生愁苦吗 你说忧愁强如喜笑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面带愁容 各位弟兄姐妹 是这样子的 愁 有的时候我们会装愁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 会抑制自己 不让自己喜乐 其实喜乐没有什么不好 人在一生当中 我们应该要有喜乐 有的时候也要忧愁 不要特别去装 当你真的值得忧愁说 你就忧愁 当你值得喜笑说 你就喜笑 这个非常好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说真的 是忧愁对人帮助比较大 还是喜笑对人帮助比较大 很多人说就因生 这个生理的观点来讲 我们应该常常喜笑 开心可以活久一点 开心对身体好 没有错 开心对身体好 可是忧愁呢 对灵魂更好 真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忧愁是可以教化人心 忧愁教我们 为什么 因为有忧愁有事情 有事情我们就想 我们就想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困难 那如果我们喜笑呢 喜笑好像浮光略影那样 好像就忘记了 所以喜乐 其实有的时候 比忧愁要来的虚浮 但是不是说这样子 我前面也讲过 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不要听到虚浮就是一个坏事 虚浮加征虚浮 你不要太虚浮就好了 人生本来常常慢慢 慢慢常常我们就在当中的过 我们有些喜笑也是很好的 但是呢 忧愁是让我们长记性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是说什么 他说我向上帝求 我向上帝求力量的时候 他给我困难 所以我能够用我的力量 来克服这些困难 那我就长力量吗 我力量就增长了 对 那如果说我想要求智慧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哎 神给我们问题 给我们遭遇问题 我们遭遇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学习运用的智慧 我们就长出智慧来 我想要勇气 要想要不要害怕这些事情 结果神怎么样呢 神给我们碰到危险灾难 那我们就心里就伸出这种勇气 能够怎么样 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这是勇气 我们要有勇气 我想要爱 我想要学习怎么爱人 因为神说你们要爱 爱你们的什么 爱你们的仇敌 甚至爱你们的弟兄 人若是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 怎么能爱那些看不见的神 结果 神没有直接增加我们的爱心 神给我们一些麻烦 不容易去爱的人在我们身边 这样让我们学习怎样去爱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我所要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的时候困境 麻烦 这些苦处就是来训练我们 如果我们人生一生都是快快乐乐 从小的时候父母给你宠得一塌糊涂 然后上学的时候老师从来不责罚你 学学好像这个都很简单的东西 一学就会 然后老师说好棒啊好棒 幼稚园这样 对不对 你在幼稚园的时候 老师哄着你 宠着你回家 父母宠着你 哄着你 你的学问你就学习一些基础的东西 那好 这个太好了 所以我是王子 所以我的一生都要这样过 可不可以啊 No 如果你真的是一生这样过的话 你的一生就危险了 这个剩下最后一点了 所以我要出来了 跟大家再见个面 好 待会讲完这个 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了 所以 我们一生不能就过得是把好像过在蜜罐子一样 这没有用的 我们一生有的时候就必须要碰见忧愁困难 而这些忧愁跟困难呢 就是训练我们的 训练我们的动力 其实你看好就是 我再讲一些人工智慧吧 人工智慧 你知道人工智慧 对这个内神经网路有帮助的时候是怎么说 是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里错了 你这个判别错误 所以呢我现在就给你一个 可以告诉你这是错的 这个错回馈回来 对整个神经网路的改变是大的 如果说今天给你训练的时候 每次都是一样的 每次都对 每次都给你看 A A一直看A 看到后来 你什么都是A 这个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们人生在世也是一样 如果什么事都是对对好好好 都是非常快乐的 对你是没有帮助 当你遇到困难 遇到不对的时候 人家给你斥责的时候 这个是叫做Teachable Moment 我们人生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Teachable Moment 有的时候是困难 有的时候是痛苦 有的时候是害怕 可是你每经过这一次 你就变得更强一些 不是吗 人工智慧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其实人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碰到这些 所以我们忧愁强于喜下 为什么 不是你去为父心慈强受愁 这个愁 这个是假的 你不必每天 就教会里面都一副脸臭臭说在一起 好像日子过得很艰难 你不必每次都装这样 如果你是开心你就开心 但是有的时候 当你碰到艰难忧愁的时候 你也不要害怕 因为恭喜你 你有得到教化了 不是说得教了 你得到教育的机会 你有改进的机会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忧愁强于喜笑 因为这是你的智慧加征的时候 所以智慧就是一个相对的 不是吗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讲说 这个智慧是一个相对的 智慧是相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可以在这里 还可以在家里训练 还被训练 你有没有智慧 现在我讲有智慧 待会出去碰到一个 我的智慧解决不了的 是一个难处 难处然后怎么办 我就好好的思想 我就忧愁 我想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想想想 我经过这个忧愁 或者是说才去问别人 为什么 我的智慧就加征了 对吧 是这样子 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就跟我们前面讲过 为什么你要去往朝上之家 强如去厌乐的家 因为你在那里什么 朝上之家 你可以学到别人的人生的经验 他是怎么处理他的人生的 他是怎么度过他一生的 他是怎么finish well 他到死的时候 仍然是一个坚持信心 不会放纵自己 没有走上乱七八糟的路 这个人的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每次去这样一个朝上之家 都会得到一些东西 我们的智慧会加征 我们智慧不会减少 但是如果你只是去厌乐之家 每次嘻嘻哈哈 我结果嘻哈完以后 我什么都不气得 也许有的人会说 我每次专门 我家研究怎么样去整新郎新娘 你把这个招式一套一套练了 OK 这也算是有一点点学习 但是我觉得这个智慧 这个是一个真的还是蛮虚浮的智慧 我们人在世上 我们确实有智慧有价值 可不可以啊 非常好 我们就应该要这样 我们人在世上 我们的智慧会天天加征 因为我们离神的大智慧还差得很远 我们在世上有些人被称为有智慧的人 但也只是一个比较而已 所以为什么智慧的人在心会在朝上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呢 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唱歌好不好听 唱歌好听 听责备的话好不好听 听责备的话真的不好听 那当然你要你选的话 一边为什么有的学生去翘课 翘课以后去玩乐 去歌唱去卡拉OK 为什么开心嘛 这唱歌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留在教室听老师责备 真的好不开心 可是老师责备 如果知道这个老师不是一个乱来老师 他是有原因才责备你 他看到你人生的短处 他看到你处理事情的问题 他才来责备你 你听他的责备 不是好过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声吗 看到那个TikTok抖音 怎样怎样怎样 每天一天看这些快快乐笑嘻哈笑 对你有多少帮助 没有 还不如听到一个智慧人的责备你 智慧人责备你不是胡乱的责备 不是说你这个没出息就租 这个不叫责备 这是骂 这叫谩骂 但如果他是一个智慧的 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上处理的时候不太好 你这些时间你可以怎么样花会更好 你如果说你看你一上来你就用自己的方法盲干 这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一上来你要怎么样 你先去看看别人有什么前面的经验 你先去Google一下 这些方法你看听了以后是不是很受用啊 我为什么我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只想盲干呢 一上来觉得我会呢 下次我会去Google一下去设计一下看别人是什么解决方法 你就学会了 至于设计你要怎么设计 这都很多人可以教你的 我今天也不教你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智慧啊 我们的生命啊 是有很多可以改善 真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啊 在一些过度虚浮的上面 第六节讲说什么 鱼面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这也是虚空 你烧过荆棘吗 我烧过 烧起来它真的啪啪啪啪就是这样爆 可是给你一时的刺激 然后听完以后又怎么样呢 没有了 听完烧完就是增加热就这样没有了 你现在记得吗 我大概就记得啪啪啪啪 然后你你昨天刷抖音刷到什么了吗 你昨天刷短视频你看了什么东西吗 你真的记得吗 很多常常是没有用啊 就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怎么样 逗一逗一弄一弄 就是这些 是可以增加你的喜乐 我也不完全反对 可是过度虚浮的东西多了 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呢 好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送赞都归给我们主 阿们 便上帝赐福给你们 那我们下周再见 然后节目最后 我们再看看周围美丽的景色 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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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